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清 独家出品 539集 离开韩宇生家的时候 虽然也是下午四点 但是萧冲还是返回了单位 没错 他就是要去了解一下 关于李娟的情况 而张帆则是直接回了学校了 回到寝室的时候 发现寝室里面没有一个人 这还是张帆第一次碰到这样的状况 看来这哥俩对于玄门竖法 倒真的是非常的痴迷 显来无事 张帆便去了阳台 跟神猴玩了一会儿 他望向楼下的时候 正看到一家三口 在其乐融融地做着游戏呢 看到这个场景 张帆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温和的笑容 对于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父母的他来说 他是多么的希望 能体会一下父爱 还有母爱啊 本来以前还有爷爷 但是现在 爷爷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了 张帆正在惆怅呢 手机忽然响了 拿起来一看 是一个没有归属地的号码 张帆以为是骚扰电话呢 本不想接的 但是 手机却一直在想 索性便接了起来 喂 急通电话以后 却发现对面直直没有回答 张帆继续说 喂 哪位啊 说话 但对面依旧没有回答 张帆正想再问 却发现话筒里面 传出了嘟嘟嘟的 挂断的声音 张帆满脸疑惑地看了一眼 被挂断的手机 而后便重新打过去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真奇怪啊 这会是谁呢 张帆自顾自地说了一句 下一刻 便是毛子猛地一亮 难不成是老爷子吗 如果这个电话号码 仅仅是骚扰电话 由于信号原因 听不到对方说话是有可能的 但是 第一时间打过去 一定不会是关机的 张帆猜测 打电话之人 很可能是他认识的 并且 最有可能的 就是他爷爷 很可能是他爷爷 不放心他的安危 所以 才会打这个电话的 随后 张帆急忙把这个电话号码存下来 编辑上了爷爷两个字 他刚刚编辑完 手机面又响了 这次打过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新婉青 喂 婉青啊 张帆 我们凌晨的火车 明天早晨七点半就能到平山 我们第一次来平山 你能接一下我们吗 没问题 明天我在出战口里面等你 张帆对于新婉青的印象 还是很好的 当初 虽然是张帆救了他 但是 如果没有新婉青 张帆绝不可能 活得神后木的 那可是新婉青 以身涉险 才换来的 谢谢你张帆 不用客气 明天我去接你们 你今天好好休息 明天还要坐半夜的车呢 行 张帆 那我就休息了 等咱们见面再聊 说完 两人便把电话挂了 张帆放下手机来 直接跑到洗漱间里 简单洗漱了一下 玩了会儿手机 便上床睡了 第二天早晨六点半 张帆便醒了过来 给方言打了个电话 让方言开车带他 到火车站 去接一下新婉青一看人 大概十多分钟之后 两人便到了火车站了 方言 这段时间你有没有什么事情 没什么事 就偶尔给某些人家做做法事 赚些零花钱而已 怎么了 张先生 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任务 方言期待地望着张帆 更是一副 跃跃于世的模样 自从跟了张帆以来 无论是张帆 还是队伍里面的其他人 都对他非常的友好 知不 张帆更要以龙虚草 组建聚集阵 还要让他加入阵法 增强实力 他的内心来说 他是受之有愧的 他非常想为张帆 或者说是为这个队伍 办一些好事 过段时间 我打算去趟华南省 去华南省 是去郑家 索要参天神魔礁吗 不是 我获得了一个消息 在华南省南蛙县的南蛙岭 好像有一颗清明果 这次咱们的主要目标 就是这一颗清明果 啊 张先生 出发的时候 您叫我就行了 我跟消息的提供者了解过 有两只精怪镇守清明果 而且 这两个精怪的实力都不弱 自行可以说 是万分的凶险的 没事 咱们小心点就行了 方言回应 此时的方言 心中唯一的想法 便是帮张帆 把他想做的事情 给办成了 这时候 张帆看到四个女生 从出窗口走了出来 而最左侧的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新婉青 看到新婉青 张帆直接下了车子 而后 抬手 跟新婉青打着招呼 见到张帆 新婉青的毛子一亮 而后 便快步 朝着张帆的方向 跑了过来 跑的时候 他有意无意地张开了双臂 似乎 要过来拥抱一样 不过 真到了张帆的面前 他发现他的动作有些不妥 并把双臂缩了回来 脚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红韵 兴奋 而又娇羞地说道 张帆 你来了 张帆微笑点头 时间不长 跟新婉青一起过来的那几个同学 已到了新婉青的身后 其中两人 更是带着神识的目光 打亮了眼张帆 而后 互相对视一眼 眼神里面 带着一丝细许 婉青 这就是你跟我们说的 你那位救命恩人 其中 一名身材高挑 留着长发 模样颇为漂亮的女孩子问道 文言 新婉青回头看了他一眼 重重地点头 为众人介绍 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张帆 随后 新婉青又为张帆介绍了 他的三位同学 模样漂亮 留着长发的女孩 名叫马元 她身旁的是一名身材微胖的女孩 张相平平 但是 却有几分可爱的味道 名叫李小婷 最后 自是一个化着浓妆 烫着大波浪的女孩 并且 着装有些暴露 这女孩名叫唐颖 从表面来看 带着一股桀的味道 跟张帆见面到现在 她从未正眼看过一眼张帆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